滚蛋吧废话 这是烧了之后的韭菜籽 里面有白色的小牙 康师傅的创始人真的姓康吗 不是 康是健康的意思 创始人姓魏 不能带孩子去的三种危险游乐场所 请先点赞关注收藏 以免被删 一海洋球池 里面有看不见的危险物 二冲击游泳池 存在漏气和爆炸的风险 三冲击城堡 环境差 还有爆炸的风险 小子中最本领国家就是无名 所以98%的人都做不到 用无名指点赞 挠耳朵 当耳朵里的神经被刺激 会造成咽喉的反射作用 会引起肌肉痉挛 这种痉挛会缓解发痒 为什么听成绩的时候一定要用幼儿 因为左耳靠近心脏 你懂的 为什么90度的水不能直接喝 因为会卡喉咙 龙虾的爱情是酸臭味的 是的 龙虾的交流是通过对方喷射尿液 到西藏无人区为啥被称为小便禁区吗 膀胱的内压突然降低 会发生血尿 甚至还会休克 当男生不小心闯入女澡堂 女生双手应该捂住哪里 捂住脸 整个背书的黄金绝招 哪怕是记忆力再差的人也能记得 又快又了 一捂住耳朵大声朗读 二双手握拳90秒 吃一口龙虾脚会怎么样 会被蜡晕过去 没有想过 为什么薯片包装袋要有这么多空气 防止薯片破碎 唯一没有穷人的国家 你知道在哪吗 对中国人免签证 本国居民上学 看病毒不用花钱 卡塔尔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帝国大厦的楼顶是奸行 为了连接飞艇